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魏武雲的音樂廳是目前台灣唯一一個 葡萄園式設計的音樂廳 NSO在幾年前也曾經做過 類似的一個觀眾要做哪裡的活動 於是就跟NSO的執行長討論 我們也可以來魏武雲這邊來做 歡迎魏武雲的升學的設計 徐雅英老師 音樂表演的升學的設計是非常重要 徐雅英老師他是非常重要的 建築升學的設計家 如果他能夠親自的現身說法的話 那會更有意思 今天晚上我們涉及到的是物理 我們是基於物理 通過建築為音樂服務 我們做葡萄園這個形式 也不是現在才開始 以前我就做過 葡萄園能夠達到一個聲音是非常的豐滿 而且就是不是從一個方向來 然後你覺得你是被音樂所包圍 聲音是從四面八方來的 這就是我們的一個目的 葡萄園是音樂廳 它想要回復最剛開始欣賞表演的某一種形態 譬如說羅馬有競技場 希臘我們有露天的劇場 就是下面是一個表演區 然後成階梯狀的往上面延伸 演奏者你是可以被觀眾所圍繞的 平常我們在音樂廳的時候 就是觀眾只在那邊嘛 所以其實要保持某個微笑 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可是在衛舞營的話 因為它會環繞 那我覺得自己在演奏上 就會覺得我的身體 也應該要多點能量 可以傳遞到不同方向的觀眾身上 因為許雅音它的音樂廳 它就像一個很巨大的樂器 這個樂器會把所有的音樂 該和諧的和諧 然後該調理分明的調理分明 所以就會讓音樂絕對的完美 魏舞營他希望打造的就是 演奏者跟觀眾更緊密的那個感覺 雖然我在演奏你們在欣賞 但是我們其實大家都在一起